这组凋梁画洞协同中西的建筑群历经百年风雨 见证着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 百年来协和医院珍藏了400余万册病案 承载了协和医学发展的历史 堪称浓缩了一个世纪的医学图书馆 这里不仅有孙中山、宋庆龄等一代名人的病例 还有记载中国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疑难重症及罕见病例的定案 这本病例你看很沉 你点亮点亮 这都有七八公分厚 七八公分 而且这项标记的它是一册 一位病人的 这是一位病人的 这是它的第一册 那就说明还有第二册 对了 共识者患者本人 然后这个还要写成个可靠 按说这个理所应当提出应有之意 那为什么还要再写上可靠这两个字呢 因为病人清醒的时候 一般都是病人自己组数 认为这是可靠的 就是家属说的还是本人说的 是的 区别在哪 病人自己说的话 因为病长在他身上 他自己的感觉 感受 病的发生 发展的过程 这是真实的 然后别人说的呢 这就中间 隔着呢 隔着呢 这个隔着呢 少了体会 少了自我的感受 嗯 协和人自己把病案称作宝 在医生们遇到疑难病症需要帮助时 只要找到病案室 工作人员就会从上百万份病案中 提出相关的病例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图书馆一样 这是我们一个病例的图书馆 35年前 张书阳从协和医院住院医生一步步做起 直到2020年担任院长 这里是他经常来寻找答案的地方 张院长您看 我们因为他多 光线病史您就记了大半夜 然后还有既往史 家族史 还有体格检查 就这些东西要是多长时间 要整理出来这样的一份报告 您要了解这个病人多长时间 我想这份病史 最起码要问病人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一般来讲 甚至会更长 采集病史是最需要时间的 在协和医院 医生训练的开始 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开药或者开刀 而是书写病例 病例写得不好 很少能成为出色的医师 中国消化病学的电机人张孝迁 对病例书写要求极为严格 内容要准确齐全 字迹要工整 重要的地方要贯穿医生的思考和分析 不能写成流水账 这是一位病人的 这是他的第一侧 您说什么了 我说病史当中有的地方需要补充 这是不满意 就是发现他记录有些不准确 一个QT间期 记录的 他们最愿意记录的是0.45 我说是0.6 从这句话的语气里面能感觉到您不满意了 这样的一个纠正 其实这孕运的一个医学知识 病人在这种QT间期延长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一个致命性的心理失常 会发生猝死的 为什么这位医生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 让您发现了 需要多经历 多看病人 积累经验 那么你才能够使得这个医生越来越有经验 在一份份协和病例的诞生过程中 渗透着老协和对年轻大夫的言传身教 曾经有一名刚毕业的大夫 拿着病例向张孝迁汇报 紧张的一句话都说不出 因为对病例不满意 张孝迁让他重新做一年实习生 这位大夫在随后的一年 撰写了一百多份大病例 正是导师们这种近乎残酷的职业训练 才让一代又一代协和大夫 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张淑阳的恩师方琪 是中国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以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主成 这种作风就得益于张孝迁的教导 老师怎么辅导您写病例 刚来协和的时候 病例肯定不能一步到位 有没有被方老师骂的时候 最开始我对心肌梗塞的病人来了之后 只是知道他疼 那么我写的病人就是 是劳累后 胸疼 老师就问我 他到底是劳累后 还劳累的当时出现的胸疼 我回过头去 就马上再去问病人 病人瞅瞅我 累的当时 干活的当时 所以那时候呢 我真的慌安大悟 就是一个后有没有 劳累后还是劳累的当时 这就是体现了 我对这个疾病 到底理解了没有 用多久 经过了多少折磨 才渐渐地指导 这有多重要 三年住院医生 24小时住院制度 就是我们需要在医院里头 从早到病房 一天真是 就是我们话 就是滚在病房里面 那么晚上做什么 写病例 一晚上几个小时 才能弄出一份病例来 那真是熬夜呀 这是我们住院医 培训的最重要的东西 学会看病 如果说医生是临床的主力军 一份份病例 是他们严谨求精的写照 那么检验师就是侦察兵 需要为患者和医生 提供诊断治疗的精准依据 从事二十多年检验工作的丘陵 将自己的工作形象地比喻为 医生的眼睛 如果说是破案的话 你们这个就是寻找蛛丝马迹的证据 对 要精准 如果说你们定错了 或者说方向给人家是有闪失 会对医生带来什么影响 比如我们造成了错误的低价的结果 医生有可能根据我们的这个低价 结果就给病人补甲 如果补了甲 最后造成患者高甲 同样是危及患者生命的 当你周围有这么多大师级的医生 在旁边的时候 他会怎么从外面更挤压着你 我做这项工作要更加精准 由于这些专家们 他们的临床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当我们的结果出现波动了 他就会有一个印象说 这个病人我已经治疗了 为什么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他不会说我们处理一个可疑的结果 他就放在边上 我再给病人再复查一遍吧 而是他会跟我们来反向的沟通 说这个结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能不能免费给患者再复测一个 为什么要免费再做一遍 我们换位思考 很多病人很多都是疑难杂症 转诊到协和医院的 他们在他们漫长的诊疗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钱 甚至生活已经很困难了 那在这种时候 其实我们临床医生 他们更多想的是 我们能不能通过更多的手段和办法 能够让这些患者 接受到更精准的诊疗 我们希望把这样一部分过程 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来去做这个真正的侦察病 那么减少患者的 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我们去调一个 调个第二 然后调个第二的浓度稍微高一点 秋林曾经遇到一位女患者 在基层医院多次检测出一种性激素异常增高 被怀疑是容癌转至协和医院 妇产科医生觉得结果与临床其他证据不符 就请秋林帮忙分析 秋林一边与患者深度沟通 一边用多个方法验证 她发现患者一直服用的中药 可能存在干扰因素 最终证实 患者的性激素是甲性增高 在查阅文献时 秋林看到西方媒体 也报道过多个类似案例 患者接受了错误治疗 其中一位患者 历经八个疗程的化疗后 卵巢还是被切除 我们见得疑难得越来越多 医生给我们的反馈越来越多 我们的知识累积经验的形成 就在帮助我们不断地提升 临床医生和检验科的医生之间 没有这么多的互动的话 是一个什么结果 如果说像协和医院这样 临床医生和检验科的医生 彼此之间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不断地求证 这样的结果又会是什么 我们可能能保证99% 提供的诊疗证据是没有问题的 它依据这样的诊疗证据所做出来的 这个临床的判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最后的1% 那对于每一个患者个体来说 这个1%也许就是它的全部 那这样的一个诊疗 如果没有沟通 造成了相应的诊疗错误 对于这个患者 他所面临的痛苦 就是100%的痛苦 所以我们很真心地都希望 去给每一个患者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也会主动出击 而我有审报告也会发现 这个结果怎么跟影像的结果 不那么相符 那我会给临床医生发一个微信 同时也可能我们会找放射科的医生说 你也在帮我们看下片子 这是不是协和的特色 我觉得是协和的特色 协和一定会把病人 真的是当成一个个体 一个人来去处理 在协和医院医生眼中 病案被视为是病人的命根子 是病人继续治疗的依据和支持 上世纪60年代初 一位女病人罹患怪病 一感冒就休克 很多专家束手无策 张孝谦查阅了一本本 自己记录的既往病例 从而准确地诊断出病人的病症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医疗界 失从于我国妇产科奠基者 林巧智的郎景和院士告诉我们 当年一位学生只因比别人多写了一句 产妇的额头有痘大的汗珠 病例就被林巧智评为优秀 其他人均为不合格 在林巧智看来 从患者角度考虑最为重要 我看到您了 这是您 这上面是您的病例 这是我的病例 这是我的字 克拉板专门的一种写法 你看 包括这个图 这个图 手术前的图 手术后的图 这画都是您自己画的 都自己画 一定是有一个仪式感 你等于自己又把手术回顾了一遍 这个过程中甚至包括哪些你做得很得意 哪些做得很有点遗憾 都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您刚才说这个仪式感 是写病案的时候就为什么 你是很庄重的 你想这个身体多重要 你看这是1983年 快40年过去了 它还在 这就是你的记录 就是你走过的记录 你的足迹 况且它还涉及到病人的健康和生命 您自己回头看看什么感受 挺感动的 我为自己感动 你看多认真 对吧 你看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细节 朗景和的夫人华桂如 也是协和医院教授 当年因为朗景和病例写得好 吸引了华桂如 两人开始相识相恋 如今依然是一过金婚的恩爱夫妻 为什么你能写得好 所以你要认真 这样你要 你得看书 你得会有分析问题 你得说出道德 所以整个病案是一个学术档案 所以你能不好好写吗 现在为什么有的病案不好 他不认真 差在哪 现在有的病案不仅不写 而copy 卡的都错了 都字都错了 男女都搞错了 那就根本不对 术前术后术中 都要 把这些写上 那些 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好处 就是让你叫主管大夫 对你的病人 全面地了解 第二 对你的病人的病 全面地分析 针断处理 对这个病人 全然是有好处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医生培养的过程 叫子宫内膜癌的108例分析 就是我们科几十年子宫内膜癌的病例 把它全新复养 那都由老代 还有后来代物先 如果没有前辈医生这么事无巨细地描写的话 我们每个人那时候不会经历这么久 但是这些病例都成为你分析 认识这个癌的一个技术 这就是病例的作用 您在做一个高难度的手术的时候 做完了可能就您自己心里最清楚 但是如果您能够书写下来的话 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后人 也能够从您 包括从思路上 逻辑上怎么去处理这个复杂问题 病例它是一个医疗档案 我一天看20个病人 或者我就这个手术 我就只做个三个 但是我要看 我要总结这个病案 就不是20个 可能200个 所以它是一个医生学习 做医生的宝贝 病例嘛 它还是一个医学延续的一个桥梁 一个记录 那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有几个问题 你这个结痂了以后 这个地方给避好了 但是在短时间 你要吃东西的时候 等时它会往这个方向返流 返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做完手术以后 怎么半年时间左右 韩老师觉得又上腹 有点隐隐的痛 有点崩开的感觉 但实际上时间慢慢长了以后 慢慢会好 如果说病案 记载着医学大师成长的足迹 道出了医乃人数的真谛 那么同样是 协和三宝之一的图书馆 则是协和人终生学习的地方 是寻求解决之道的场所 张笑谦医生啊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我一个星期 不去图书馆去看资料 我就觉得落后了 当时你们做协和的医生 都有这种感觉吗 必须的 必须的 每天都去 礼拜天要去 谁规定的 没有规定 职责所在 我去的时候 每天上午都看见一位大夫 王树贤 是一个肾病的专家 他协和毕业的 我就很感动 这么一个老先生 又在北宜那么远的地方 每星期天上午 要到协和图书馆来看书 我们年纪轻轻 没有理由不去图书馆 这位大家 为什么他还要跑 那么老远的路来看书 当医生就是一辈子要学习的 有的工作可以吃老本 医生大概不行 医生不是恰恰可以吃老本 吃老本那是你的经验 但人们的认识 科学的发展 你得跟上 我81岁 我要照样参加很多的 学术会议 学术活动 医学的新书 涉及到我的 我必须买一下 反正我不能闭关吃 我真的不能吃老本 老本是有经验 也可贵 但是不可以吃老本 所以你必须去看 这是时任纽约时报副社长写的 自己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经历 1971年 他随基辛格秘密访华 突发急性蓝纹炎 被送到协和医院 虽说手术非常成功 但术后出现血尿 外科专家曾献九 彻夜到图书馆 查阅国外文献 最终找到相关线索 他果断撤掉正在使用的青霉素 一日后患者血尿消失 康复出院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尿 对一个外科医生 很多的老师会觉得 外科医生就管动刀就完了 你就这些东西去交给那科大夫去看 但是其实我们的前辈 至少在那时候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这样 那他可以去查文献 当然就到图书馆去查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资料 最后发现可能是用的抗生素 用的青霉素引起来 而且他有这样的认识 他通过自己的推理 他觉得这个是更合理的解释 杜斌协和医院副院长 内科ICU主任 虽然已经是国内重症医学的领军人物 但至今仍保持每天阅读的习惯 当年去图书馆里面找问题的答案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 那么现在随着互联网 图书馆的应用还像以前那么频繁 和倚重图书馆吗 那当然现在有比当年更便捷的条件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办公室看到 就是当时大概几个小时之前 刚刚上线的 刚刚发的文章和刚刚能印出来的东西 同时在上线 这样的话 它的及时性肯定比配说更好 这点是毫无疑问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图书馆 尤其是协和的图书馆 并不是说它是不是实体 而是说它作为一个功能 或者说作为一个意义和象征 医学的很多的进步 是要依靠这些工业的技术的进步 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这样的话就使得这样一个行业 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就是我们需要来不断的学习 而这个不断的不是用年或者月来算 有时候是用天来算 就是可能每天都需要来学习新的东西 哪怕这样学 我也不可能把重症的领域的 所有的新的东西 都靠这样的一个努力去学习到 一百年来 协和医院走出来张孝谦 林巧智 曾献九等近百位影响 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医学大师 所以在病案和图书馆之外 教授被称为协和三宝中的又一宝 老教授们的言传身教 让协和的后辈们汲取着一道一数的真谛和精髓 一代又一代协和人正是被这种 日积月累而如木染 潜移默化的氛围熏出来的 您当年八六年八七年到了协和的时候 您当时很有幸上来老师高起点 就是方琦教授 您从方教授身上学到的是什么 我跟他见第一面的时候 他就讲我们做医生的最讲究医德 具体的表现就是来你面前看病的所有的病人 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平等的 不分贫富贵贱 每当病人进到他诊室 他总是要站起来去迎接 每一位 每一位病人 而且都是笑容可居 那种和蔼可亲 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慢条西语的这样的 问病人哪不好 怎么个不好 然后每当检查病的时候 都是要搓搓手 把听诊器挂上之后 要用手勿势听诊器来去听病人 这是您后来多长时间内发现 从来他都是这样 因为跟着老师 就像徒弟跟着师父 学艺一样 那么本应该是我来开门 我去跑这些事情 但是老师不 他从来都是 自己老师的腰是不好的 但是他也从不节省 从不省略这样的一个起身 去迎接病人 以及看完了之后 还要起身去送病人 觉得可能当时您觉得 就是即便跟着他 作为他的学生 都觉得这是小事 但是您老师不觉得这是小事 是 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种 老师认为作为医生 医患之间的关系的建立 这种信任和尊重 看似是一个小的动作 但在病人 对病人的影响 在病人心目当中留下的 却是一种温暖 一种信任 一种依靠 张淑阳告诉我们 恩师方琪从张孝谦那里 继承了受用一辈子的座右铭 凡事要亲临病人 诊断要如履薄冰 这也是协和医生从医的准则 协和在一代一代的医生的传承的过程中 像张小谦 曾献九这些大家 你们从他们身上能学到什么 我自己觉得 真的更可贵的是 他们对于那些自己已知的 非常熟悉的一些 其实也仍然把每一个病人 去当作自己第一个病人去对待 其实并不是 我相信他并不是针对那些自己未知的 而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烂熟于心 我们仍然去仔仔细细地去做好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环节 为什么您这么看重这一点 病人的生命是没有第二回的 病人的肢体 病人的这些所谓的生活质量 也没有第二回 有很多的时候 当你犯了错 你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当我们碰到一个新的疾病 我会格外的小心 所以你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 守在病人的床旁 去随时去看 病人的反应是什么样 直到他的反应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你就会很 大脑就会分开非快的工作 说我的判断是对的 还是错的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种很正常 我们很多容易犯错的时候 是我们最容易轻车熟路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不经意的错误 其实是可以引起病人终身的残疾 或者是生命的失去 对于一些常见病来说的话 医生就应当撑住在胸 没有什么犹豫 反而在这些问题上 您从这个大师上看到的是这些细微的地方 就是把每一个病人都当作自己第一个病人来对待 也许这是我开刀 开的第一百个蓝尾炎或者第一万个蓝尾炎 但是我仍然把它当作我第一个蓝尾炎的病人 去想想那时候我是多专注 而不是那时候我多不小心 您好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症状不舒服的 去点 去点 要做 年年做 没有提点出可能是 这个只做超生吧 做不做CT 不做不做 做不做是吧 好这样啊 您看这医乌的专家 刚刚给你讨论了很长时间 大家我把结论再给您说一下 我们可能有可能还给你做个CT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能会给你做一个胃镜 到最后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是给你开刀呢 还是不开刀 这个结果出来就行 好不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 医护都在家给你保驾 好吧 那颗大茶房 是协和建院百年来 雷达不动的传统 也是协和特色制度之一 从一个又一个病例的讨论中 年轻的医生受益匪浅 但如果在大茶房中被指出 不该发生的遗漏或错误 教训也会让人终生难吗 对自己 对对我们的同事 坦率地讲 要求是挺严格的 我前两天查房了 就开始骂人 他们说毒病你老骂人 你会发现什么错误的时候 会有事态 只要是因为你的不经心 你的不专注 就造成一些低级错误 如果我有一天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也仍然很安静的 很什么样的对待 我觉得那就不是我 你会段时间看了您一个网上的视频 就是说到医生要做一个床旁的医生 我就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这不是提中应有之意吗 做临床医生当然是要在床旁 为什么您把这个问题要反复地去说 至少我自己感受到 有的时候你不用多说什么 你拉住病人的手 其实你能传递的东西就很多 而这个大概不是靠 不是靠一些先进的技术去实现 这只要靠我们自己和病人的交流 在医学史上有很多名画 其中有一个画 名字就叫医生 是他1861年好像展出的 医生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只能坐在小孩子的床头 去陪伴这个孩子度过最后的时光 床旁的这个医生 看孩子的眼光和身态 我觉得我们在高度的依赖 技术和机器的同时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同时治疗的是人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被我们很多的年轻医生都忘掉了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 很多时候跟医治相比 未知要远远地大于医治 那么面对病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医生也是很无奈 没有办法爱抹能住 那在这种时候 医生到底能做什么 我把我的知识和能力发挥出来 我尽了我所有的努力去帮助我的病人 就OK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对于病人的帮助 不单纯是让病人活下来 活下来不是最高的目标 我觉得我们希望有病人的存活 是一个有质量的生活 我会去想办法看看病人要求什么 家里人在这时候的诉求是什么 去给病人一个最好的 至少是我认为的最好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去竭尽全力去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 至少在现阶段 我觉得不是我的最高的目标 我觉得我们是仍然需要去强调 是有质量的生活 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杜斌的导师是中国危重病医学的开创者 陈德昌教授 而陈德昌失从于曾献九教授 他原来是个烧尚科的医生 因为各种原因调到了北京 调到北京之后呢 到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没有烧尚科 所以把它放在我们叫基本外科 就是普通外科 是在曾主任手下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他一开始到这边接触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熟悉的东西 然后曾主任跟他沟通了很多年的沟通之后 结果曾主任像刚才提到 他看出来重症医学可能是以后的其中一个方向 就把陈德昌教授去派到法国去学 为什么说他不害怕改变呢 他去法国那年是48岁 就是你能想象说这个人48岁的时候 他要面临自己完全不熟悉的 完全陌生的一个新的领域 是从零开始 我觉得这个勇气还是真的是可以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他身上看到的是 他不害怕改变 人家迎接挑战迎接的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叫他是中国的重症医学之父 所有的重症医学 现在您说出来这些人 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那他其实是开创了这么一个学科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些东西 让我们回过头来说 大概你在说谈到改变的时候 谈到自己什么进步的时候 大概永远不觉得晚 永远不要说 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算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有点腐胀 大便是什么样子的 基本上水样便 伤口长得怎么样 杜斌认为 现在医学界有重论文 轻临床的现象 很多医生为了科研和论文 无形中会压缩与患者及家属 沟通的时间 这会影响临床医生的成长 当我们谈到林小智教授的时候 其实你看不到林小智 像其他的特别有名的教授 说有多少著作等身什么的 没有这些 但是我们现在在谈到协和的妇产科的时候 大家都说妇产科是中国的No.1 但是妇产科这个格局 我有妇科的肿瘤 我有普通的妇科 我有做妇科的内分泌 就是现在生殖中心的前身 就这些格局其实是他那时候打下来的 所以其实我更佩服的仍然是这样 写几篇文章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看到学科的发展 这是您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这是我很靠后才意识到的 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很多的过程 从一开始看一篇篇文章 到最后逐渐地看到这么一个学科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 林巧智教授有一句话 离床就不是好医生 这一观念一直影响着邪和人 他终生未嫁 被誉为万英之母 您说这个林大夫身上的这个 他这一辈子的选择 就是人生的选择 他是不是 因为时间一定是有限的 那他想在医学上 在妇科 在妇产科上做更多的事情 是不是就得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可能就不去组织家庭 这是不是也是他的一种 林大夫当然是个很会生活的人 他也热爱生活 也爱孩子 其实他之所以没结婚 其实就是一条 就是他老人家太忙了 太忙了 他几乎没有时间来顾及此事 就是这么简单 他有一次 他一个女友结婚了 他要参加婚礼 林大夫当然也是很洋的嘛 他穿着 他妈好了 要走了 产方来电话 说林大夫有点事 马上把这丝巾脱掉 然后上病房来 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一辈子 很勤奋的 无私的奉献给 这个人 他就没时间考虑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是一辈子的值班人 这句话就很有意思 我们都在患者值班 谁值班有问题都找林大夫 也就是林大夫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听班 一直到他过去 所以他一辈子都是值班医生 经典的照片 像母亲关害孩子 虽然自己没有孩子 但是成天上亡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所以我那首诗里就是写的 他的孩子千千万万 谁能说他截然一身 他是真正的母亲 宋洪昭教授当年为了根治荣癌 他的这个组里面 所有试药的女医生都是没有 荣癌根治术全是化疗药 对卵巢有损害的 都是没有结婚的女医生来试这些药 我觉得所有的医生 医学生可能都作为大白鼠而存在过 比如说我们之前发现有一个药 干扰我们鸡肝的检测 我们自己先拿这个药来吃 吃完了这个药以后抽我们自己的血 然后抽好多管血 因为还要看到底是哪个时间段的血 有干扰 这是协和的特色 还是说这是每一位医生 在成长道路上必须要做的 我觉得协和在他的 还是我说在骨血里头 从我来到这儿 根植在他的精神里面的东西 团承给我们的是有一种 对每一个患者责任心的这样的要求 您从医了这么多年 快三十年了 回过头来看 您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职业 想尽一切办法 尽我们所能 才去解决一个患者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带着对这个患者的一种责任 如果是个孩子就像对我们自己的孩子 如果是对一个老人 就像对我们自己的长辈 患者至上的医学观念心火相传 从传承百年的内科大茶房 到探索建立农村三级医疗网的定线模式 从大师领衔的农村巡回医疗队到新时代牵头医疗人才组团式园葬 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协和人担当重任 2015年7月 协和医院寿命牵头完成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园葬任务 检验科副主任邱玲第一个报名 当时她的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一年级 76岁的母亲正在接受肺癌治疗 离得开嘛 因为这个日子就跟那轮转一样 一天都停不下来 你突然抽走了 那家里这些事怎么办 协和也永远给我们一个内心的 这不是说大话 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责任心 就是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国家第一位要选择的国家任务 我一定会选择去的 这个是我的一种责任 您放了下心吗 我闺女有一次最后这个摔伤了 其他摔伤我没关系 摔了脸 这划了一个大口 破了下了 伸到底下了 破响真破响了 那一次 我觉得正好我们开一个学术做下 我也回不来 我就觉得站在那个风里面 边上是不公 我真觉得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 因为家里不能照顾的这段时间 您在西藏做出来东西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全团队都会觉得有成就感的 因为其实所有的阻担原葬的干部都会说不求开花结果 但求我们所有的努力的工作的成果能够扎根于那里 所以包括在那里我们构建了全世界海拔最高的ISO15189的认可实验室 实际上也是经过了三年的努力 当您建立了这么一套高标准的检验系统的时候 给西藏的老百姓留下了一个什么结果 我相信我们当提升了整体的质量水平了之后 当我们出去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准确的和对临床诊断有更大的价值之后 对于大病不出道 对于正确的去诊断那些疑难的病 这个一定会对整体提高医疗水平 对西藏的自治区的西藏的同胞们 能够更方便更便捷的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是有我们的贡献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势来抓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动员令一出短短十几个小时 3306名协和人报名请战 张书洋和副院长韩丁 带领186名协和国家原恶抗疫医疗队队员 驰援武汉 在回忆同心战役的日子时 张书洋几度更严 我觉得这一件就是 医生的奉献 能够让别人活得更好 把自己的生命指指度外 我们跟新冠肺炎的患者是一种零距离的接触 所以我的体会这个奉献 奉献就是献出的意思 把自己的生命不考虑 甚至是献出自己的生命 去让别人活得更好 他的家庭 他的成员 也一起在奉献着 这就是协和精神的体现 其实我们的理解真是一种责任的担当 从病案 教授 图书馆 这协和三宝中 我们可以领略和解读 百年协和基业长青的精神密码 严谨 求精 勤奋 奉献 这八字的协和精神 是协和百年发展之魂 这个八个字放在任何的行业 只要能做到这八个字 都可以成功 严谨求精是科学作法 勤奋奉献是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就是协和精神 也可以认为是做好一切事情的精神 什么是奉献 把我认为正确的这些诊断和治疗 包括去思考问题的方式 去交给年轻的医生 去帮助到病人 都比我只有一个人在做要强 至少要把那些你所知道的东西 你所具备的这些知识和能力 需要来传播出去 尤其是你发觉别人需要这个的时候 我总觉得人活着 可能很多时候是有信念的 因为这个服务是与生命仅仅相连的 是与健康仅仅相连的 我自己内心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尚的职业 每一个人其实真是都是大写的人 都是对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体会医生担负的是生命的责任 他托起的是家庭的幸福 我可以去做一个小时的事 我可以去做一个小时的事 我可以去做一个小时的事